大家好,之前我们已经介绍完了第一部分,也就是主要是日内策略的一些方面,我们分享了一个upbreaker策略,还有一个骨子日内的策略,并对骨子期货从开始到现在这个发展状况,也就是它对于一步一步的限制措施,从限制措施变得非常紧,到现在逐渐放松,对骨子期货的影响做做了一些说明, 然后还有一些日内策略的开发技法的一些注意,也做了一些说明,那今天我们主要要讲的第二部分呢,也是分成三块的内容,开始是两个策略的分享,一个是双时间框架策略,一个是一个经典的通道突破短线策略,然后这两个策略分享完之后呢,最后是一点短线策略开发技法和一个小节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这个是一个趋势策略的一个大致分类,因为之前呢,有朋友曾经问我,他就问这个策略拿到手了以后该怎么用,它就是,还是没有什么概念,所以我觉得呢,先大致说明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策略库,像任宽克这样已经有,现在C系列已经有六十几个策略了, 面对这样一个策略库,然后你拿到一个新策略,你首先要对这个策略有一个大致的分类,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策略,才好跟你手里已有的策略进行一些类似的比较,然后能够比较出它们的差异和好坏来, 我们看一下大致,现在是这边写的大概这几类,第一个是一个通道类,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Alberation和Alberation那个不灵通道区域加强策略,都是一个不灵通道的策略, 还有唐间通道,就是高低点突破的这种,还都是唐间通道,前面用的也是非常多,像多少跟8的高点和多少跟8的低点突破了这种,开枪的这种策略都属于唐间通道的策略, 第二个是波动率突破,前面有用到这个ATR的突破,加上四周法则这个ATR突破,然后今天我们会讲这个DealTrust和DealTrust的有一点变形的这个一个短线的经典通道突破策略, 这个我把它贵为这个波动率突破,因为它是对这个波动的幅度来进行计算,然后进行突破,前面这两种呢,就是通道类和波动率突破类来, 所以相对来说,它在短线上用的会稍微多一点,第三类均线类,包括最简单的均线交叉, 后面我们要讲的这个双时间框架,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均线,均线类的策略, 包括均线类的一些变种,比如说MACD,它是均线这样剪一剪,然后再做均线的这样一个变种,和瀑布线多根均线这种类型的均线的变种, 它都属于均线类,均线类的策略呢,一般来说它会偏中长线一点,相对来说会比较顿一点, 然后第四个混合类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也不会主要是用其中的一种, 但是比如说像通道类,我们可能会用到均线来确认这个趋势, 然后用通道开仓这样,一般都是有一定的混合类的,就主要看它哪一些是用作于过滤, 然后哪一些是用作于主要开仓,一般是有点混合,但是你会大致有个概念, 它是主要是用的什么来刻画这个趋势, 除了这些以外的类别呢,我们把它归到其他类型, 其他类型呢,比如说有一些是用来刻画这个形态的,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跟这些都特异性一点,跟这些其他类型都不同的, 我们都把它丢到最后一类,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大致分类以后呢, 你拿到了一个策略,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它可能会在就是跟你之前的某一些策略, 它会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它们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比较同质的情况, 这样的话配置的时候呢,也能更好地把它们分散,能进行受益曲线的频繁。 好,我们今天来接下来讲这个第一个策略是双时间框架策略的介绍, 所谓双时间框架呢,它就是有两个时间框架的K线, 比如说Data1它是一个分钟级别的, 5分钟,15分钟,甚至1分钟, 这样的一个Data1分钟级别的一个K线,一般情况下。 Data2呢,它可能会选择稍微时间跨度长一点的日线, 甚至是周线级别, 然后用这个Data2是一个日线的来计算它的日均线或者日波动率的一个判断。 然后这边我们选取的应该也是一个是分钟,一个是日线, 然后首先计算指标, 它要计算一个Data1的均线和Data2的均线。 因为这是一个典型均线策略嘛, 所以它这里面就是只用到了均线, 所以计算也是非常容易。 日常条件呢,就是这样的, Data1它有一个长均线,一个短均线, Data2也有一个长均线和短均线。 它的入场条件就是这只条叠加, 首先是它的收盘价要大于短均线, 这个短均线如果没有写的话就是Data1, 就是我们交易, 就是在哪个配线上交易的这个图表的均线。 首先这个close要大于它的短均线, 然后短均线大于长均线。 其次最后一个是用到了这个Data2, Data2的短均线要大于Data2的长均线。 这三个条件叠加呢, 如果全部都满足, 我们多头就日常了, 也就是一个均线交叉的效果。 然后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出场, 这个出场呢也是主要用了这个Data2的两根均线, 短均线和长均线。 我先看一下, 如果是多头止盈的止损的话, 就是它的close要小于Data2的短均线, 且它是一个百分比的止损额度, 就是也是一个百分比的硬止损啊, 加上它是小于这个短均线。 然后止盈的话呢, 它要大于一个百分比的止盈额度, 且它小于一个, 就是close是小于Data2的长均线。 实际上就是用了一个百分比的止盈和止损, 都是硬的止盈和止损, 然后加上了这个均线的一个过滤。 双时间框架的好处, 这个主要是, 因为之前我们讲的呢都是一个图表, 就是你在当前这个图表上是几分钟的, 它就在几分钟上面交易, 你所能计算的值呢, 不管你是取这个区间多长, 它也都是在这个既定K线上面计算出来的一些指标。 而用双时间框架呢, 当然第一个好处就是你能够利用更多的数据信息, 你比如说在分钟线上交易, 你也可以用到日线甚至周线月线的一些趋势信息。 这个更加符合成熟主观交易者的交易习惯, 因为你看像以前主观交易的话, 它肯定不是会盯着, 比如说一天的K线在这边看日内的走势, 它首先要判断一下大趋势, 比如说现在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而用双时间框架, 甚至你可以加更多的时间, 像Data1, 不仅仅Data1, 你可以Data2, Data3, Data4, 这样用日线周线月线, 同样放在一张图表上考虑,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像主观交易者, 它就是会比较习惯于在一个更大的时间框架下, 先确定这个某些趋势呀, 或者没有趋势, 就是做一个大致的研判, 然后再进行一些更细致的交易, 所以这样的情况更符合成熟主观交易者的交易习惯。 顾免也写加入了对大趋势的判断有助于提高胜率, 这个实际上你对多重时间框架的这个趋势判断, 它也有一个就是长短信号叠加的效果, 有助于这个趋势的确认。 而对于这个策略来说呢, 它使用了这个双时间框架呢, 还是只用到了它的一个均线的一个, 就是描述趋势的一个性质, 所以它还是一个典型的均线类策略, 虽然加入了双时间框架更有利于趋势确认, 但本质没有变, 就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偏中长线的这样一个均线的策略, 所以对于均线的一些缺点, 比如说它就是可能会进场比较晚, 然后呢盘整的时候损换会比较大, 出场的话会就是像紫营这种用长均线的话, 它的紫营会比较顿, 这些均线的一些缺点它也都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号展示, 这个Data1是一个15分钟的K线, 然后这个Data2呢是一个日K线, 可以看出呢它对于一个大趋势的把握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均线嘛, 它如果长线做了一波的话, 还是表现非常好的, 这一整波上涨它都是完全迟到的, 但是如果碰到了对它正好完全不利的那种均线一举穿来穿去的盘整的话, 它就会损耗得非常严重。 所以总体来说呢, 这个策略的思路是非常, 就是逻辑是非常简单的, 它就是用了两个时间框架的四条均线, 上面Data1的长均线和短均线, 下面Data2的长均线和短均线, 然后几硬止损呢, 也就是加了一点百分比的几硬止损这样的效果, 所以呢逻辑是非常简单, 这里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这个双时间框架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再加入一些, 多加一些更高级别的K线的信息, 更高时间框架级别的K线的信息, 可以更好的处理你这个要交易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分钟级的K线。 好, 那这个第一个双时间框架策略我们就是介绍到这里。 第二个策略呢, 它是一个跟Deal Thrust非常相似的一个经典的区间突破的一个短线策略, 所以在讲这个策略之前呢, 我先把这个Deal Thrust的这个策略讲清楚, 这样的话呢, 大家对理解后面这个策略就会非常容易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eal Thrust, 这边是一个对比图, 左边的这个呢是Deal Thrust, 右边呢是一个开盘区间突破, 就是一个Open Range Break, ORB策略的一个这个原理, 我们先看右边这个吧, 右边这个ORB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它这个取的是一个昨天的最高价和一个昨天的最低价, 一个High减一个Low减出来的这个Range, 这个就是它选取的区间, 这边记作Range等于High减Low, 然后它日内这个价格的上下轨呢, 就是当天的开盘价Open, Open价加上这个, 上下的话, 上轨的话就是它这个Range加上一个K倍的, K是一个比例一般取0.0点几吧, 取个0.3 0.5这种概念的样子, 然后上轨呢就是它的Open加上了这个K乘以Range, 下轨的话是开盘价减去了, 它这个K倍的Range, 这个就是一个开盘区间触破ORB的一个原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个, 它改进在哪里呢? 有这么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它取了N日, 因为这个是只取了昨天嘛, 它这个可以取, 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取非常多天了, 也就是一天两天三天的这个样子, 然后它是N天high的最高价, 就是里面高点的最高价, 减去里面close的最低价, 就是这个HH-LC这一段区间, 然后同理我们取了这个close的最高价, 即是这个HC和它低点的最低价, 就LostLong, 然后这个LL, 然后这样一个区间就是HC-LL, 这么两个区间, 这么两个区间以后呢, 再取它们之间的大的那个, 这边写到Range就等于Max的, 它的HH-LC和HC-LL, 这两个中间大的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计算的这个DirthlastRange, 可以看出它比这个普通的最高点减最低点, 还是进行了很大的改变的, 然后接下来事情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 也是一个开盘区间突破吧, 它也是这个开盘价, 加上了这个Range称一个比例, 然后下轨呢, 就是开盘价减去这个Range, 成一个比例, 不同的是呢, 它这个取了两个参数是, 可以取不一样的, 一个写的这个K1, 一个写的是这个K2, 而这个它取的是一个同样的比例, 这个其实也是根据个人喜好的, 有的人觉得它就取一样的就可以, 但是有的人觉得它的上涨的情况, 和下跌的情况, 刻画是不尽相同的, 所以要取不一样的参数, 这个呢, 就是对上涂的这个表现来做了一些总结, 这个ORB它是这个样子的, 写成代码呢, 这个是MC里面的代码吧, MC里面呢, 它就是昨天的一个最高价减去这一家, 然后呢, 这个Dioswast用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band, 然后它K1K2可能不同, 这个Dioswast系统呢, 是由这个, 这个人, Michael, 这叫什么, Zlock, 在80年代开发的,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交易系统, 它是海外Top10交易系统之一, 属于开盘区间突破交易的, 就是ORB这种类型的交易系统, 然后它有两点呢,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它在band设置上, 引入了前N日的四个价位, 因为之前的呢, 它只是取了昨天的, 这个取了四个价位, 而且它是前N天的, 所以它的变化, 就是以每一天的变化, 它会更加平稳一点, 然后不会出现非常剧烈的变动, 然后可以使得一定时期内的band相对稳定, 适用于日间的这个趋势跟踪, 还有一个就是它多头和空头的触发条件, 考虑了一个非对称的幅度, 也就是说它这个K1K2, 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而且它有一些做的和做空参考的band, 就是这个取的那个N, 取的这个N, 你可能也会, 也可以取的不同, 这个都是看个人喜好, 因为对于友善来说, 他观察到的涨跌的特征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他觉得上涨的时候, 它是一个会比较稳步上涨这样的情况, 那么他的这个K1, 就是向上突破的这一块, 他可能会选取的稍微略大一点, 而下跌的话呢, 一来的话就是暴跌, 那我可能要快速的跟进, 所以他这个K2可能会选取的较小一点, 这个有时候要看个人对这个品种的特性, 和行情的特性的一些理解, 来进行一些测定, 当然这个也可能会存在一个过度优化的问题, 因为你参数选的越多越复杂, 可能会选取, 可能会有一些过度优化的问题, 但是像这个策略来说, 他只有这个参数, 他有一个N, 然后有K1K2, 他的逻辑如果就这么简单的话, 这边稍微选取的略有不同的话, 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策略呢, 也是非常经典的DiosRust, 我们可以进行很多地方的改进, 来让这个策略表现更加好一点, 比如说N天的选择, 这边我们选过两天三天四天, 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你也可以选取一天, 或者选取更长时间的N天, 它可以使Band更加平稳, 这个也要看你测试和你对这个策略的一个理解吧, 所以这个N天的选择你可以做一些的改进, 然后接下来, 因为它是一个拍盘区间突破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你在之前可以加一些均线过滤, 就是对一些趋势的确定, 比如说做多时同时满足这个上轨大于某一均线, 或者它的收盘价大于某一均线, 来做一个趋势确定的一个过滤, 还有这个第三点是这个K线过滤, 比如说根据之前日K线的涨天幅度, 这个实际上也有一点, 也有一点这个趋势确认的这个效果, 就是之前比如说我们之前做过策略, 有一些是之前一天或者两天的K线是上涨了, 我们才做多, 或者是下跌的时候我们才做空, 这样就是过滤掉了它的一些, 就是趋势确认了以后才做这个突破, 过滤掉了一些它反向, 急剧反向操作的, 就是震荡的时候它做的这些突破, 然后第四个波动率过滤,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这个ATR波动率过滤, 它就是做的这个ATR突然上涨, 或者ATR短期的比值大于长期的比值, 就是也是做一个ATR波动率做多, 波动率上升的时候我们才做这个区间的突破, 就我这个半自动交易, 这个半自动交易是我知道有人在做的, 就是它是不是一直让这个策略全部自动在跑的, 而是当波动率下降的很厉害, 或者横盘的时候, 它才开始加载这个策略, 因为它是认为如果它的波动率下降很厉害, 或者已经横盘很久了, 它认为波动率会放大, 就是说它觉得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它是做一个就是Range这样的突破的嘛, 如果你现在这个Range已经变得很小的话, 它会觉得这样的性价比会比较高, 因为你割也割不了多少, 但是一旦你突破的话, 它会以比较小的, 就是比较早的进场, 然后会拿到这段行情, 一旦它这个波动率真的上涨的话, 它会以比较好的价位拿到这个价格, 然后而且会加一定的多空倾向, 就是它事先会人微的判断, 什么时候来上这个策略, 就是波动率下降的很厉害, 已经横盘很久了, 然后我再上这个Dial Thrust, 然后甚至加一些多空的倾向, 参数选取不同, 比如说KE CARE选取的不同, 或者手术配置不同, 我多头会多做几手, 空头少做几手, 这样的人微的一些判断, 这个都是对这个最经典的Dial Thrust可以做的一些, 我们已经做过, 或者是考虑过的一些改进的方向, 有一些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 大家都可以去积极尝试, 对这个Dial Thrust的策略了解清楚了以后呢, 我们再讲这个今天要介绍的第二个策略, 就是这个经典通道突破的这个短线策略, 应该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因为它基本上入场就是按照它这个Dial Thrust来做的, 但是它这个Band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它加了一条, 就是说它的Band要取一个大的值, 就是它要取之前你计算出来这个Band和当天开盘价的1%比这两个值之间大的那个值, 它这个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之前如果你是一个E字板, 但是你没有开进去, 为了不让你开进去, 大家可以看出如果你选取的只是之前的一天, 就是那个N等于1, 然后它还是这样计算出来的这个Band, 如果你之前是个E字板的话, 它这个Band的值就是0, 所以说如果之前是E字板, 而且你取了一个N等于1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这一条的话, 它开盘的话就会直接以这个Open价开进去, 加上这一条了以后呢, 当这个Band是0的情况下呢, 它还是要涨过它这个开盘价的1%, 它才会做这个, 就是把这个当成Band, 就是这个Band怎么都是有一个值, 它不会是一个0, 然后对这个值再取一个K, 就是它这边的K是取的是多空, 是一个对称的, 再取一定的比例, 来作为它这个区间, 也就是说它这个Band不会太小, 它是要大于这个1%这个值的, 这个是它唯一的一点, 跟经典的Diletraff的不同的地方, 加入了一定的就是限制的, 然后这个手术很简单, 跟这个以前的C系列是完全相同的, 它还是一个自动配置手术, 固定金额等权种, 就是在价位低的时候, 它可以开更多手, 价位高的话, 它开的手术会相对少一些, 然后入场条件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确定了你这个开盘突破的这个区间, Open加减了它这个K背的Band以后呢, 当它的收盘价大于这个上轨的话, 它就多投入场, 这个收盘价小于下轨的话, 它就空投入场, 然后这个出场条件有两个吧, 后面还有一个, 后面还有个指引, 出场条件, 其中的一层出场条件, 它是一个对称的出场, 就是反方向的, 如果它是大于这个上轨, 它就空投出场, 小于下轨它就多投出场, 这个都非常简单, 然后它还有一个, 应该是一个指引的一个出场条件, 这里面它是定义了一个MyPrice, 这个LX是我家的, LX就是一个多投的出场, 我一般寄给LX, 然后这个HighSense Entry, 就是它入场以后的最高点, 就是不停地记录它入场以后的最高点, 减去一个这个是, 就是当时的一个比例吧, 一个Percent, 它有点类似于这个掉灯止损, 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这个ATR的, 讲ATR的几次损的时候, 讲过的这个掉灯止损, 类似于这个吧, 它是一个高点减去了一定比例的价位, 如果它的最低点小于这个价格的话, 它多投就与这个价格限价出场, 然后这个类似于掉灯止盈, 就是有一定复赢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掉灯止盈它是这样, 它是也是记录, 比如说多投的话, 也是记录你的进场以后的最高点, 然后它往下挂的是一个K倍的ATR, 就是大概是选取一定金额ATR下挂在下面, 如果它达到的话它就出场, 它这个是下挂了一定的百分比, 然后如果一旦你有一定的浮盈的话, 又类似于它这个百分比止盈, 百分比止盈呢, 它是回吐一定的百分比止盈, 就是当这个, 但是百分比止盈呢, 主要是要有一定的, 首先它要确定有一定的金额的浮盈以后, 它才从最高点下挂一定的百分比进行止盈, 它这个是没有, 就是没有确定它有多少的浮盈以后才开始做这些事情, 它就是直接把这个价格挂在这里, 如果它的最低点达到的话, 它就出场了, 所以是一个动态的指引的过程, 然后这个策略呢, 它是一个15分钟时间框架的短线,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短线策略, 它的交易频率很高, 然后持仓时间短一定要进行压力测试,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几个信号图, 我为了跟之前的, 就是我之前也讲了大概六个策略分享给大家吧, 然后为了跟之前的这些策略呢, 它保持时间段的一致, 就是我仍然选取的是2016年上半年, 这个罗文刚的, 罗文刚指数吧, 应该是罗文刚指数的一个K线图, 这个是一个15分钟的K线图, 可以看出它这个短线交易来说, 交易次数非常的多, 所以是整体看过来非常密集的, 也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 之前我们讲的吧, 之前我们讲过这个ATR一个趋势突破策略, 它是一个30分钟的,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偏短线的, 但是还是比它还是相对来说少了很多, 然后这个布林通道趋势加上策略, 这个是有点偏中线的了, 可以看出就是更加清爽了, 它的交易次数就会少很多, 然后为了看得清楚一点呢, 我这里是把这个, 仍然是上面这段时间的, 就是2016年上半年, 然后把4月份单独拉出来了, 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短线策略的图, 可以看出它的进出场还是非常灵活的, 像这种长得特别顺利的话, 它还是能拿到一些比较好的这个一段的, 但是像稍微有一点波折的, 它就会立马出现出来, 比如说这个, 让它平距就出来了, 然后有时候被骗进去, 我们割的也是比较惨的, 总体来说就是非常短线的一个策略, 那么今天这两个策略我们就介绍完了, 一个是一个双时间框架的一个均线策略, 它是一个比较偏中长线的策略,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跟Diosas的差不多的一个, 非常经典的通道突破的一个短线策略,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要介绍一个这个短线策略的一个开发技法, 这部分呢, 我在之前讲这个策略的时候, 也做过了一些类似总结, 所以这边呢, 主要是过一遍, 其实短线策略来说呢, 跟你之前开发的这些策略呢, 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些区别, 它就是中间有一些要点, 可能就是你的进出场, 要设置的更加灵活一点, 就有一些小设置要注意, 然后我这边也是按照之前的这个逻辑, 梳理一下, 然后把中间要注意的点再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挑选品种, 流动性好主力合约, 这个呢, 流动性对于短线策略有了也重要, 因为它的交易频率高呀, 交易频率高了以后, 你这个就是交易成本, 就是你每一次产生的这个手续费或者滑点, 累积起来, 它的数量就会比你的中长线会大很多, 所以它对这个权益曲线的影响会非常显著, 基本上是一定要进行压力测试的, 尤其是现在的商品呢, 有一些品种还动不动会它, 你要进行锁仓, 然后要它会调平均手续费呀, 这种情况出现, 你一定要关注它的交易成本的变化, 看它的滑点啊, 会不会在某一段时间内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活跃程度, ATR等波动率指标, 这个波动性对短线策略的影响也比较大, 因为它的品种特性改变的时候, 因为短线策略交易频率高嘛, 它拉升起来可能会, 就是那个权益曲线拉升起来可能也是会比较抖, 然后它挂下来的话, 也会比你这个频率低的策略可能会挂得快一些, 所以当一个品种特性改变的时候, 它这个短线策略可能会率先走差, 你这时候可能就要关注这个品种, 它的波动性啊, 和它的这个活跃程度, 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然后能够提示你及时的调整的仓位和你的策略, 然后后面这些都是之前差不多的, 第二个这个仓位配置呢, 这个仓位配置因为我之前也讲过, 但是这里面就是讲的更细致一些, 它主要分成这个三步走吧, 第一个是它你要根据资金量和投资周期匹配相应的仓位, 就是总体仓位你要控制在一个大概什么水平, 这个总体仓位30%的保证金, 这个是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些产品啊, 或者类似的账户, 当然你如果是个人账户, 你想买仓稿或者50%以上仓位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首先我们要活下去嘛, 所以总体的仓位还是要适当的控制一些, 然后控制了总体的仓位以后, 再根据你的个人的一些喜好和品种的一些表现, 来确定各个品种或者各个板块的一些仓位, 然后再进行确定了这个品种仓位以后, 再进行你现在要配置的一些策略, 策略里面本身它会有一些加减仓测试, 或者本身这个策略它会有一些手术的配置, 所以你要根据这个策略手术配置特征和这个策略的相关性来配置, 各个策略的这个仓位, 总体看来就是这几步走这样走过去, 但是它不是一步走完就完事的过程, 你可能配完这个以后, 然后发现有一点不平衡, 或者跑一跑会觉得不是很舒服, 你要进行一个反复的调整, 然后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 然后关于这个各个品种呢, 长期来看肯定是倾向于全品种, 因为它会有一个互补的作用嘛, 因为越分散你的风险可能就会就曲线会起到一个平滑的作用, 然后短期来看的话肯定是品种的选择影响还会比较大的, 因为如果你配的就是选择的品种正好是这段时间行情会比较不好不适应的话, 它会对你的整个账户影响会比较大, 然后入场条件这个趋势的刻画也是按照我们之前分类的, 比如说通道波动率啊, 然后这边写着移动均线较少用, 是因为移动均线的它确实是比较适应一些中场线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然后有一点细节的呢, 就是它的信号点位, 因为你这个短线策略确实对交易成本是要求比较高的, 它可能会相对比较讲究一点, 然后你的市价成交或者你挂限价单, 挂一些stop或者limit单, 还有设置就是如果这些限价单没有成交的话, 你要怎么设置你的追单, 它都是会有一定讲究的, 这可能就是你要根据你的策略和你的品种进行一些配置的调试, 这个市价单嘛, 它是基本上是一定会成交的, 但是它就会产生滑点, 就是要看你这个短线策略能不能承受住, 你跑下来的这些滑点的水平, 就是这都属于交易成本嘛, 然后限价单呢, 可能会不成交, 然后你要追单, 这个也都是你要考虑的这个交易成本, 然后再细节一点呢, 它有一个本地挂车和一个交易所挂车, 就是这个限价单的问题, 嗯, 就是因为我是用MC嘛, MC里面的话, 你可以在本地挂单, 然后一旦触发价格以后, 再到交易所去挂单, 就是不用, 因为它是每根吧都会产生一个挂单挂在那里, 如果你每一次都挂到交易所的话, 如果你是一分钟的话, 它会每一分钟都会挂车一次的话, 这样就会非常伤, 就是有一些它品种会有大概400次的挂车限制吧, 这个就是要注意了, 你一定要选择在本地挂单, 然后呢, 一旦它如果出价出道, 再把这个挂单发到交易所去, 这是一些注意的一些细节吧, 然后现在这个入养条件过滤, 这些都应该之前讲过了, 然后较为灵敏的止益止损, 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它这个短线, 你可能进出场都要相对的快一些, 然后就是跟长线它的表现不同, 长线可能它有一定的回吐, 然后它会把这一段扛过去, 然后整段都迟到, 然后你短线呢, 可能遇到一点回吐, 它就先出场了, 然后接下来一个更好或者更差的位置, 再进行进场, 就是一个这样, 大概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 然后策略配置前面也讲过了, 因为我们开始就讲过这个策略的类型不同, 你最好把这些类型分分开, 这样的话, 然后长短线配合, 这样的话对你的曲线都会起到, 一个平滑的效果, 然后最后一个参数微调, 参数微调就是, 因为还是讲到这个短线对于交易成本, 它是非常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 所以如果一个短线对一个成交量不是那么活跃, 甚至是成交量比较活跃, 但是你短线策略要上的手术比较多的时候, 都会考虑, 都需要考虑这个参数微调的事情, 它要把这个点位稍微错开一点, 这样可能会对你的滑点和交易成本的控制, 会有一定的帮助,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关于策略的部分, 就是我们介绍了两个策略和这个短线策略的一些开发技法, 就已经全部介绍完了, 最后这一页呢, 就是一个小节部分, 其实也不是小节目, 它就是一个, 就是经常跟周围的朋友交流呀, 然后一些经验感受吧, 就是期货量化交易的一些, 现在的一些发展状况, 其实呢, 我之前介绍了大概分享了六个策略, 加上今天大概这个日内的和今天的两个, 大概十个左右的策略, 它都是比较传统的这个CTA强区化交易, 绝大部分呢, 它是趋势的这个CTA, 还有除了这个Ibreaker, 是有一点反趋势的这个策略, 它们都是比较传统的这个CTA强区化交易, 它是基于这个结构化的市场数据, 也就是量价的型号, 就是我们看到行情, 行情K线, 然后成交量这些, 所谓结构化呢, 就是你可以用一张表, 这样直接把它列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市场数据, 这个传统的CTA呢, 它实际上门槛比较低, 而且它里面的逻辑是非常利于理解的, 有一些甚至是从主观的这个交易逻辑转换过来的, 它在活跃市场上呢, 现在表现应该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只是现在一个第一阶段吧, 然后接下来呢,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有一些在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的, 就是我这里写的B和C, 我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吧, 如果大家有机会能接触到这些方面的话, 也可以学习一些, 因为有一些思目在做的也做的挺好的, 然后效果也是挺不错的, 然后这个第二个是这个AICT, 它是在这个有大量的趋势策略的基础上,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有一个策略库里面有很多的趋势策略, 然后它们的表现呢, 有一些稍微好一些, 有一些坏一些, 但是基本上呢, 它都是可以用的, 而且它的逻辑都是非常不错的, 在这样有一个趋势, 就是一个趋势策略库的基础上, 它用这个AI进行了这个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 然后来自动挖掘它这个一些因子, 来做这些动态决策, 就是它把这些策略重新的学习了一遍,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AICTA, 但是这个AI的问题呢, 就是它的门槛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而且它要在一定的时间呢, 一定的时间后呢, 它可能就要重新来进行这个学习, 主要是这个方面, 然后这个有思目在做, 表现的效果呢, 也还可以, 就是总体来说比这个传统的好, 要好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呢也是, 实际上它也是基于这个节欧化的市场数据, 因为它用的还是这一些策略, 只不过它对一些策略又重新进行了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 然后第三个就更加不同一些了, 它这边写的是另类数据, 就是这个alternative data, 它属于这个基本面量化的范畴, 然后用了这个结构化的非市场数据和非结构化的非市场数据, 这个结构化的非市场数据呢, 就主要指的是, 比如说它的持仓量, 就是你能在各种商品的这种网上能拿到的这种数据, 它也是结构化嘛, 你就是能用这个表格来直接进行处理的这些数据, 但是它是非市场, 就不是我们传统量价数据, 而是它的一些就是库存啊, 这种变动啊, 什么这种数据, 然后非结构化的非市场数据就是, 这个就更加那个难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文本的处理, 就是一些新闻啊, 或者是一些文本的处理, 然后它会抓这些热点出来, 然后进行一些处理, 这个就需要非常高的这个大数据的挖解经验和能力, 这些呢也有私募在做, 但是这个门槛可能会更高一点, 因为它甚至牵扯到了一些文本处理的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些, 这个轻货量化的一些发展现状, 这里面就是给大家再延伸一下吧, 如果大家有机会能接触到这些的话, 学习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 好的, 那我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感谢您的课程